深浩江 位置,深浩江 這塊鏡頭蠻漂亮的 每次來深浩江有時照鏡頭蠻好 因為它全身鏡頭,很大塊 這裡有一間琴行賣結他 也蠻特別的,還在 大大一間 賣一些樂器 旁邊都是很大塊的 鏡頭蠻特別的 我覺得很特別 今天有個想了很久的項目 這裡就是大友街 看到人山人海 因為一下班 又是 沒有觀塘那麼恐怖 也有一定的人流 這裡就是全山的地鐵站 這棟建造得很漂亮 差不多應該入火了 燈開了 旁邊有些房子還未建好 那些就要十年八年 五六年 沒有十年八年 人山人海 今天有個項目 就是 深浩江比較特別 工廠區有大友街 雙喜街 三竹街 有八條街 我試試把它連在一起 一起走 像迷宮一樣 連著一起走 有很多OL 先拍這條街 大友街 每條街要走一點 要走完 是很辛苦的 但起碼可以看到 街道的名字 似乎挺有趣的 只是這個位置可以連著 因為香港很少街道 是用大友 即是一 大即是一 那些傳統的中國的數字 明明是街道 而有趣的地方也是可以連著 我自己的地圖 搜尋地圖 也是可以連著 都想試試 以前經常在這裏上班 這區都很熟 但其實都沒有東西看的 即是一下班就有很多人留 即是 我不覺得有什麼東西看 可能那些工廈上面有 即是要尋寶 但在這條街道 門店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在燈位就很久了 這個位置很久了 對面有綠燈 這裡有紅燈 對面有綠燈 OK 我很討厭這區的馬路 因為它要等很久 日後就有很多貨櫃車 晚上好一點 稍微沒有那麼多貨車 上貨 下貨 還有一段 好 這裡有些店舖 以前應該是一些車房 那些店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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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以前也有一些 但我已經忘記了什麼 因為這一區你不會逛街 所以今天拍這條影片 都沒有什麼收視 不過就是一個 如果你曾經在這裏工作 做過工作 也是一個回憶 因為本人想了這個項目 今天經開就做了它 其實香港的系列街道 有幾個系列 在深水埗也有什麼 豐樹街 柳樹街 其實也是一個系列 但是沒有順序 但是這個好像有 看看有什麼秘密 大有街 對面人流多一點 這裡有一個 叫做萬迪廣場 其實都是沒有的 一些餐廳 不是什麼廣場 哦 這裡有旅行 商工廠開箱 這裡是買行李箱的 他放了一個行李箱 歡迎大家去買行李箱 有趣 找一試一下 今天做一個觀看 順便看看有什麼特別 這裡真的是另一個入口 可以上去二樓 應該挺大的 那些賣行李箱 順便看看有什麼工 其實它應該有很多 套餐那些 和觀學區的公約 不過你要很細心地找 有很多妹妹在這裡放工 這裡也有一些很舊式的茶器 下午一定有很多人 看看價錢 看看價錢 餐單自二十九 蛋自二十八 去單自二十九 最貴的豬柳自三十一 可以 還未過最低工資 很久沒有這麼限大 因為以前上班下班都會很匆忙 都不會想留在這裡很久 因為真的有很多貨車 吃飯都不會在這裡吃 這裡有什麼 豬自磚 豬自磚 吃了一些小美食 三十二元每盒 雙拼飯 合理 有些地產那些 沒什麼特別 這是什麼 八八賊 八八賊 剪樓法280 有很多垃圾 都很厲害 很厲害 有很多垃圾 很多垃圾 這裡的客人真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也很厲害 有些車 如果你想要怎樣 日後更客人真 這些貨車來的 現在都是私家車都可以 為什麼 這間這麼奇怪 這是什麼 我看看 這裡有條排隊 這裡是找換店 但是它有些玩具 在旁邊 這間店是Vibrant 一邊擺玩具 一邊就做找換店 搞笑 這條隊排什麼 研究一下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這條隊排什麼 等車 又不知道他們排什麼 這裡有一間海南雞專門店 五十元一個海南雞專門店 不特地拍了 黃雅後面 後面有幾間餐廳 密記 兩間黃紙冰室 就是這些 餐廳也有 這裡要服務很多 放工也不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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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四、三、四、三、四 主要是 午餐時間 到了第一個轉接位 雙起街 大浴膠很長 就不會走光 今天也會穿插一下 中間會穿插一下 拍一拍這個位 有一個大A在這裡 不知道賣什麼 還有一個A在這裡 是一些經典的東西 很經典的 這個A字應該都很久了 周圍都是工廈、商廈 工業大廈 辦公室那些 這位置是雙起街 晚上拍的好處 就是沒有那麼曬 工業區 這裡是雙起街 遠一點 但是也能看到 很少叫不得罪 大有接雙起 Let's go 都是一些 汽車維修的 以前有隻狗也躺在這裏 小狗也不知道在哪裏 小狗也躺在哪裏 我經常走這條路 我經常走 但晚上走反而是第一次 因為晚上我下班 我不會這麼晚進來 在這裏 我會看到 雙起街 名字也蠻漂亮的 不過是 很華的 Boss容 好,堆到落尾 雙尼街會黏住公園 不走,這個就是一個 採用公園還是什麼 一個運動場 晚上就 今天就集中逛街 都開了一些新的東西 以前沒有這間 不知道是咖啡購物還是什麼 看車子想怎樣 坐下坐下 這裡是順風 順風出席 順風,很忙 在收拾這棵 工廠區就沒有東西看 休息一下 很久沒來 這個地方真的不會來 除非你要上班 有些比較帥小的商業中心 這些 有些很慘 對面有很多人在打球 也見過一些明星在打球 什麼方力申那些 因為對面有一個運動場 汽車維修 我自己看地圖都要背一背地圖 因為那些路是會轉彎的 如果你要走齊這八條路 它不是說一直過 然後你就可以走 不是的 中間要轉彎 在這裡整路 以前也有一間 瑞士茶餐廳 應該也還有在這裡 日後才可以 瑞士冰室 對 應該是早上才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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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位置很節省 稍不留 不過它開得很慢 但是 都要留意 因為這些位置很多東西轉來轉去 很多貨車在這裡 所以就沒有特別 它旁邊有個街市 我那邊有個街市 拍一拍 我拍一拍 我對面 日後可能會有些事情 其實街市都很頂 晚上都不記得有些什麼 這裡 這是什麼 反而頂那裡我沒有上過 我看不到頂是什麼 這裡有個街市 全都封了 以前也有些用 不過這個街市也很頂 很頂 好像不頂用 上面 我不知道應該是運動場 封了 以前也有很多東西在這裡賣 現在封了 不知道是不是檢查 衛生署 我看看 疫情關係 要封 這裡還有一個標語 關閉街市 前路茫茫 因為有很多小商戶 有很多小商戶 在這裡 是西益 因為裡面的廁所 有時候會借廁所用 OK 這個街市應該會修 成為一個歷史 這個街市 我都很少用 因為真的很頂 甚至 甚至頭部也很頂 這裡還有一個公園 整個景色都很頂 所以這八條街的名字挺漂亮 不過其實很頂 有時候的名字 基本上托不起 傷起 你也不覺得有什麼喜悅 那種感覺 旺角的名字很簡單 什麼賽街 通賽街 雷印街 很普通 反而很旺 有時候就不是說你的名字很厲害 代表你又很旺 不是的 反而越普通 就越旺 上起街 即是改錯名字 對嗎 街就沒有什麼改錯名字 不過基本上 就落不起那種字 這裡有個新科技廣場 反而有一次都沒有進來 有些貨車就是進來 那我走這邊 這裡有三竹街 那我就要走這條路 到這條路 到這條路 你可想像一下 很多這些貨車 三竹街 其實會比較熱鬧 其實是深毛光那邊 這些就是汽車維修 整個區都是這些 今天就看著它的名字 基本上是在墳上而走 不是這區的潛力 就是用來走這條路 就是用來走這條路 真的沒有什麼 現在逛街都會想一想 它是否一個鬧市 或者多不多人用呢 這條街 不多人用就沒有什麼收市 使用率太大力 那些景色太順 拍出來也不好看 應該放到最盡的 三竹 然後放進去 有個什麼 有些這樣的店 有些臨時店 放些衣服在這裡 你就可以買了 還開 嘩,這樣也可以? 又是10元任選的 那就不拍了 這裏是大友街的尾段 接下去就是 收毛框的正式鬧市 民居那些地方 我過一過 高度集中 安全島 不安全的安全島 超高度集中 打線 20分精神 有些車都可以慢 不過都要小心 這些貨車都沒有硬 好,三竹 這裏有車可以去全灣千色點 這裏有什麼櫃 這裏是誰? 這麼抬著 到尾應該會有個叫做 警服街 希望沒有記錯的路 可能我隨時都會看地圖 全部都是汽車維修的 但太奸套了 這條街晚上也不太多人走 三竹這個位置比較特殊 要走一走那個景福街 然後才會上四尾街 比較特殊 沒所謂,這也是汽車 車車車 全部都是汽車 洗車的 晚上應該不會走 這條三竹街 下班經過可能不會 這些區域通常有煞氣重 陰氣就在上面 即是在雙下裏面 煞氣就在街上 周圍都是貨車,很重煞氣 所以不太能住人 很多這些 汽車維修 這裏公廈有些秘密的 有些人說什麼是開派對的 真的開派對的 因為疫情期間 你也知道 不可以開派對的 有些人偷雞 早前就是 警方就在這裏 數場 百多人的數 嘩 小巴這樣 嘩,恐怖 好似電影 好像電影 那些 方法有二十幾三十年 那些車 挺特別 啊,景福 就是這個位 啊 這樣過吧 我要這樣打直通過去 走上四尾 雖然這條街很靜 但也要小心 人流沒什麼 基本上沒有人流 這些街路 其實我喜歡走的 我個人來說 因為 對於我來說 有一點新鮮感 不例 還有沒有人 我拍得舒服 但真的沒有收視 現在也要兼顧收視的問題 就是一個比例 可能這些影片 就兩成 其實我拍到很多 不過如果公開來說 就是 鬧屎優先 那些影片 那這裏呢 應該是 警福街 對面好少少 對面其實也沒有東西看 那我要穿過 這個警福街 它有一個運動場 這裏有一個 AIA 金融中心 這裏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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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就是 捷径工業大校的 這裏有一個 以前就有一宗 奇案 就是 說那個女生 就上山 自己過 這輛車 這輛車是這樣的產物 有一個 這裏有一個 年代盤 那裏有一個 很密集 看不到 是日盤 上了飛鵝山 還是什麼 自殺 那裏有些衣物很奇怪 四處放棄 在山上 找到 最後到的地方 就是捷徑 我身後的大廈 查到GPS 這座東西 不知道是什麼 這宗也是一宗沿岸 也不知道 他自己死在裡面 沒什麼線索 這裡已經是一個屋邨 好像是啟泰園 是不是啟泰 這裡 雖然是工廠區 中間也很有活力 有個球場 這裡的燈都開了 本來很強陰氣的地方 這個位置是醉一醉的 有些風水結構 陰陽互佈 放球場也適合 讓這裡的氣場沒那麼陰 有些人打球 穿過去吧 沒所謂 我們看看 有時候會研究一下 陰陽結構是怎樣 現在開始會有少少研究 例如 旺角為何這麼神奇 例如 醫院旁邊 為何會變成一個旺牆 最陰之地 變成最旺的牆 應該就是 有些網友都說得對 可能是 尼敦道 尼敦道的殺氣很強 殺氣強 可能是旺氣 即是旺氣 太強的陽氣 變成一種殺氣 對沖 可能會令附近的東西更好 不是動動就可以了 但起碼是順和的那些就可以了 這裡的運動場 很多人打球 大多人在打球 做運動 這場很空曠 有些人都 特地選擇這個位置 因為這裡可能會有些陽氣 外面沒有那麼陰 外面你會看到很陰 陽氣比較舒服 有些男人在打球 十足 體育場 有動動的地方 有些陽氣 你看到之後的位置很陰 令到沒有那麼強的殺氣 舒服一點 你化一化他的陰氣 沒有那麼多意外發生 始終工業區 你都不能夠全部 一尾工業區 都要有些陸化 化一化那個陰氣 那個殺氣 這條是六合街 其實應該不太早走 我現在沒有目的地去四尾那邊 這條路會等多久 我先研究一下 因為這裡不是巴馬線 人要讓車 這條路會等多久 我還能夠多久 那條路會等多久 這條路會等多久 希望能認出一些路 這裡有人做健身 有人做健身 這部機很厲害 這部機很方便 可以讓我看到 厲害 這部機很方便 可以設置做那 四比街 這些是採移 應該有一條叫五方街 不如找找 五方街怎麼走 四方街 然後有條五方 應該找到 五方才走六合 然後七起八達 四起街 最短點的禮拜 三張 星期一二 星期三 星期四 短裙 小潔 剛才做完健身 做完運動 這就是公下 長長的走廊 有些迷你倉 在裏面 這裏 四處 有個迴旋處 巴士站 這裏我用了很多 去西貢 都可以有這個位置進去 有個大車站 交通也很方便 這裏 是不是這個 對了 五方就是這裏 到了 怎麼會有些女 可能開派對 OK whatever 五方街 其實都是這樣的 沒有特別 四尾 沒有巴士站 這樣就不拍了 巴士站 我又不覺得特別 在這邊 OK 頭影會比較好 不過晚上就遷就我舒服 五方 晚上一晚吃女 看一看 看一看 怎麼會有女的 這裏很奇怪 是公下 恐怖公下 五方 五方 然後我順處 應該是下去六合 嘩 有些這樣的東西 裡面還有少少店 這是什麼 柚昌獨百次工作室 工作室 100至250呎 很小 不過有三千元起 是不是 租來睡覺 對嗎 OK OK 不奇怪 這些是 偷雞 三千元 在這裏睡覺 可能有些人 當然是犯法 但是 唉 真是 有頭髮 誰想做男的 香港的 好小心 然後有輛車 想睡入了 這區就是這樣 因為有很多收車 汽車 汽車 維修 你 走走走走都要停一停 有些人 有些事多 在這裏 沿途都沒有雙鋪 應該是汽車為首 五方應該走回去 然後我要看地圖 因為我不太記得 應該容易走的 五方 然後六級 怎麼走呢 這樣就可以 八條街連在一起 沒有 啊 下班 那些人有 我先測試一下地圖 這個位置 真的 鑊起我 五方 然後 六盒 六盒 接著就7起在哪 8達我找到的 7寶 我明白了 6盒 7寶 我明白了 五方 很複雜 它是卡拉 梅花間竹 街不是在旁邊 有些街是在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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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去大幼 雙下比較好 這間是沒有那麼頂的 這間叫深寶中心 深寶中心 也有些俊男 雙下 我需要大幼 再下多一條 兩個街口 再轉入六盒 六盒走到尾 其實就是七寶 然後七寶 然後我再看 應該是連著八達 應該是 大幼 就很舒服 越走越幼 走到七寶再算 八達再算 八達應該都容易 像是尋寶一樣 你又不是很遠 不過就 逐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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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 這裡有一間 鮑菇 反正我還未吃過 晚上也有點生意 先吃米線 Bango 米線 離開這個位置 剛才在對面走 走去雙喜 離回大友街的起點 所以也蠻有趣的 這裡有一間 吃茶餐廳 以前是吃茶餐廳 現在都是西餐廳 忘記了有沒有變 沒吃過一次 這裡有幾間茶餐廳 大鏡 大鏡很棒 可以接滑 有空 整理一下易容 這裡有一間王子冰室 典型冰室 不太特別 很多的 其實要找 有幾十間 躲在裡面 響樂 烘焙 現在是新的 是嗎 什麼 那些人 人們走來走去 正在清場 包子都清光了 人們在這裏 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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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都沒有了 這裏 都蠻旺長的 照數 這裏 有個聘請 哈虎內爐 工了9小時 工資 就不知道 這裏 這裏一定很辛苦 他說哈虎內爐一定是很辛苦 那裏 小小間 這裏 僅有一個物體 我也要留診 看看哪裏 轉入這個 綠神合體 綠神合體街 綠神合體街 這裏 這裏有什麼斜 這裏是寶林 三條一 這裏也有些涼茶店 和生果店 方圓宮可以買生果 這裏 還有一間 文具店 日後應該會開 前一點 就是綠神合體 你老闆 當你自己是蝙蝠車 神經病 它有響 接著又不是快 改車 改成這樣 改成這樣 看到名字 近一點 叫做 星光實業有限公司 綠神合體 找到了 綠神合體 今天這個項目是蠻奇怪 所以我也蠻有趣的 我想也沒有人敢做 綠神合體 把香港一些街道的秘密 原來可以合體 他們真的 街道 可以combo 連續機這樣走 是可以的 綠神合體 只是這個位置 很多街道 名字 不是有連貫性 印象中 好像是有趣的 有個次序 都蠻獨有的 這裡有個變電站 氣場變了 氣場變了 這裡就生日密禁 就感覺到 腦部不知做什麼 都好像有些 老電波 影響了 很明顯有 旁邊也有些建築物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挺漂亮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不知道是酒店 很明顯 垃圾車 撞到這裡 打半條路 南過 這裡還有一間餐廳 都是黃劫味 米飯 主題餐廳 都吃過的 就是普通的 其實就是 茶餐廳 裡面有很多位置 不是特別好吃 又不是特別藍色 普通 好,繼續走 這裡是什麼來的 九龍貝爾特酒店 不知道是否看到那個字 有間酒店 多漂亮 似乎是否隔離酒店 其實很多酒店都拿來做隔離酒店 上了鎖鏈 應該是吧 隔離酒店 拿來做隔離吧 看到它都封了板 你看到它 以前會比較害怕 但現在應該不太害怕 其實現在的霧塊是弱化了 那些人可以在這裏 就是 報道員 拿些東西給家人 那些主題 那樣 OK,六合 都要整個小時了 這個項目 有些計劃是不討好 不過都真的想做 這個位置想做 早上 左邊的地盤 來回那個運動場的位置 就是七寶 七寶是直路 應該就是 一條七寶 我再檢查一下 那個七寶在哪裏 七寶走完八達 就完結了 很棒 走兩個街口位 就是八達的 橫路會通到雙喜那邊 雙喜那個彩虹道遊樂場 由彩虹道遊樂場 就拍一拍 今天就下班了 好 好 看車 雖然膠靜 成功了 好 這路 好 七寶 七寶飯 四寶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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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寶飯 這裡有很多燈 因為是球場的位置 又回來球場的位置 但七寶很小 七寶飯街 六神合體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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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數著兩個街口 這裡有車去啟德那邊 八二川線小巴 五湊 五神老百姓 八五湯 雖然巴 六湯 九湯 八八五湯 六湯 八六湯 看看工業大廈 晚上還有人上班 有什麼公司呢? 我看到有什麼大班麵包 大班麵包有客公司 庫林也有 整路 地盤 通常都會影響風水 即是會借那裏的 生意和風水 你走完都會覺得很陌生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晚上走 那些位置不太認得到 好像進入結界 未知是真的 不是真的結界 不過你會覺得這路很像 有什麼地標呢? 這裏又在建造工具呢? 這裏有一條路 隧道 這裏可以進入隧道 可以進入隧道 接著這裏 這是倉庫 很大的倉庫 八達是否這個位置呢? 八達街 接著連著雙氣 到了 非常好 進入直路 跑路 八達街 已經49分鐘 好,完成 這裏 就算是創舉片 這裏 這裏 有什麼在裏面? 噢 這是雙下 八達就鞋 到發達街 八達街 八達就八達 這裏 整裏都是鞋陰 雙氣 臨門 那些 那些 全部都是汽車維修 多車的地方 通常煞氣很重 所以走這一區都不舒服 其實走這一區這些位置 但是如果你說氣場轉變位就是今天的轉變位 因為有時候都會走到這些轉變位 就是那個變電廠 很明顯 所以變電廠這些東西通常都是危害健康 好 好 過對面 薄花雙企又結束了 八達街又結束了 要過一些安全島 好 看車 先看車 我想拍出來都... 哇 這輛車 拍出來都感覺到那種煞氣 因為那些車走得很急 全部都沒有斑馬線 OK 那又有匯豐 我去按一下機器 應該這個位置可以進去的 來回大友街 這是個逛路 是個附路 是否需要走這段路 OK 跑了走出去走過去 我不太喜歡走這段路 後换位 這個後换位是不錯的 按燈再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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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 剛才的雙起,頹廢街市 只要進去,進入公園 這裏有一間瑞士兵室,不知道是否還在 以前吃早餐都會在這裏吃 看過方力生 晚上的人都有飛車 OK 快速 這個位置 雙起 很快時間穿了穿過公園 那就賣味 剛才是來過這個位置 就職的街市 晚上的公園都很漂亮,彩虹道公園 這裡的運動場很大 看我在這裏 店舖應該已經清拆了 你看到它已經瘋了,不讓你做生意 很快 這裏就是臨時街市 光能彩虹道街市 熟食中心 不是臨時街市 不過那裏應該是山的 這裏是警告的 這裡有個警告 不可以放貨物在這裏 那就走了 真是想不到變成這樣 這裡有個很大的運動場 還有沙灘排球場 遠一點,不特意拍 夜晚 有廁所在旁邊 這裏有個廁所 借廁一用都可以 更衣室,廁所 順便走路回家 晚上應該是日頭拍的 這個公園也是 一定是 可以看到 還有一些 人好像是死手 還有一些士多 我不知道它怎麼開 這裏很晚 這裡已經清場了 走這邊 應該也沒有什麼特別 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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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夜晚都很安靜 那我先走出去 不特意拍的 夜晚這個公園也沒有人 空洋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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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 是時候我們先一次過休息 唉 我穿一穿 看到兩眼 這個街市也很特別 以前經過 我不知道它是否運作 還有一些 還在運作 好像 安局部 有些乾貨 已經收拾了 夜晚也很陰森 這裏那間 什麼 不知道什麼 文德 忘了什麼 中學 好像劉華讀過那間 老鼠 很大 老鼠 這些街道一定有 Let's go 靜到這樣 出包 陶芯門在前面 深蒲光也有很多老鼠 基本上 剛才看到一隻 很肥美 街市一定有 人也不多 所以走出去 不要開玩笑 晚上陰氣很重 這裏是啟德花園 晚上 暗暗的 彩虹道 外面這條 彩虹道 過了一點都能看到東頭村 這條是長片 這條 沒有什麼很精彩的畫面 不過 純粹做個紀念 這裏呢 弄路嗎 工人弄路 這裏有彩虹道 可以走出去 這條路可以走出去 這條路可以走出去 這條路是長鹿街 走一走到長鹿街 走走一走到長鹿街 其實都是叫做大幼街的盡頭來的 其實都是 大幼街的盡頭來的 長鹿街就會有些相鋪的 正常很多 就像一個旅程一樣,繞到一個圈子 應該不會再拍這個位置 公下區來說 公下區很考心 如何拍到比較好看 連在一起 我感覺挺有趣 拍出來的感覺如何 拍到這麼多,謝謝收看